现在到了师姐的环节 今天网友们提的问题是什么呢 法师 为什么我感觉诵经诵咒没效果呢 严谨法师 有很多网友来问这一类的话题 就是说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师姐的 那并不是 马上就能减效 就像上一期咱们说的 一粒种子 你种下去 你得要充足阳光 水分 土壤 温度 万事俱备的时候 才发芽 幸运 长大开发结果 保持一个好心态 保持一个好心情 工作之欲 或者说生活之欲 松松井 那么 美豪在哪里 美豪已经发生 幸福在哪里 已经被幸福保卫 改变在哪里 其实已经改变 所以说不必要说 不必要埋怨 我这一段松经 效果不好 念咒 效果不好 所以说 其实一切都在改变 你是松经 松咒 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这个要问一下 对吧 那你说 你难道说 松经咒 要什么效果 你说 你是要看得到的效果 还是看不到的效果 还是说 要什么样的效果 对吧 这个应当论一下 我觉得 最根本的一个法 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说 你为什么 松经 松咒 你是要 开悟 民心见心 为什么 我要 陈佛作祖 我们叫陈佛作祖 干嘛 利益众生 对吧 而且这个利益众生 那么 能说利益众生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跟众生一体 对不对 利益众生 就是利益你自己 对吧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对吧 这是一个道理 如果说你送经 你不是为了众生 你只是说 为自己的事业顺不顺利 或者是说 甚至求财求子 或者求名求利 你要顺利就怪了 对吧 不是 我们 送经送咒 我们是法子那些 里能祝福 对 那样的世界 不是在越来越好吗 生活不是越来越在广明吗 对 说人生越来越有方向 越来越有信心 这已经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对希望这个网友 您听到了这个 我们俩这个二人给你的分析 给你陈述 希望你能够有所了解 好 阿弥陀佛 本期的这个两个合上枪枪枪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您下次再收看 阿弥陀佛 去的非常好 那个行猜罢谁 正天好 也请了多个旁边的人 哦 他好 那个咱们那个 他呢 真是你